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件事是說一件好笑的事給大家聽 這件事是我在親戚那裡聽回來的 親戚那裡聽回來 當然是二、三首歌曲 因為我和親戚老實實 現在已經沒有聯絡了 為甚麼呢?就是19年的時候 19年的時候那位親戚支持暴動 她覺得暴動就是爭取民主 我覺得很可笑 暴動的話是爭取民主 其實這個世界什麼都是爭取民主 好像連打劫都是 自由、民主、解放 可以這樣說嗎? Lyricry你不明白 我是整個旅行的錢來的 那個脾氣的東西 就是被人奪了 所以很嚴重 之後我也學聰明了 就不要把錢放在老婆那裡 因為我老婆不夠聰明 自代 我自己代算了 因為我自己是沒試過被人欺負到的 我通常是比較醒神 那她的親戚又怎樣呢? 她是一家四口 一個女主人、一個男主人 還有一對子女 很有趣 他們當然在2019年看到 港區國安法嗎? 要離開香港 他們本身是美籍的 本身是美籍 當然是回到美國 美國 回到美國 厲害 下腳就是 Sieto 為什麼之前 我會說 有西雅圖的網友 覺得我說話不適合聽 說真的 我不是針對 那位住在西雅圖的網友 其實我知道 有很多 19年支持暴動的人 都去了西雅圖那裡落腳 其實是 這裡先停一停 回應一下Freder Wong的問題 不是在室圍被人偷 是在酒店、餐廳被人偷 餐廳? 一走進來拿著包包 是啊 是啊 很黑仔 黑到沒有油 不要緊 這些傷心事 我也沒所謂 其實我們已經分散了風險 不過之後 我決定一元都不給我老婆 把風險減到零 哈哈哈哈 風險你自己立在身上 是 但我不要緊 其實我有方法 好像那些婆婆 我在這裡放一點 那裡放一點 放在鞋底 哈哈哈哈 但我不是在美國被人偷 在加拿大被人偷 哈哈哈哈 在加拿大被人偷完之後 連護照都沒有了 不過不是我那本 我本自己拿 我兒子和我老婆那本又沒有了 哎呀 真可憐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那次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經歷 不過不要緊 我學正了之後 我兒子的文字是我幫他代 那就安全一點 哈哈哈哈 我老婆那本我都打算幫他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風險會低很多 哈哈哈哈哈哈 那先說回西亞圖 他們是很有趣的 他們當然是支持 19年那些暴動友 我們叫做暴動友 那暴動友呢 他們當然有些爭底 就是國安法 Facebook一大堆東西 很恐怖 走吧 那就走不及了 是啊 哈哈哈哈 然後去了西亞圖 買了一間樓 他們在香港沒有買樓 住了很多年都沒有買樓 西亞圖那裡 他打算可以 落腳美國 應該開展新生活 不是 原來那個男主人 是要回香港工作的 是 哦 其實是高學歷人士 兩個都是高學歷人士 現在這個故事 為什麼要鋪排這麼多呢 大家可能覺得很悶 那些笑容還未到 高學歷人士 香港應該賺不少錢 兩個都應該賺不少錢 女主人應該辭了一份工作 我聽到的訊息就是 辭了一份工作 要一個男的回去賺錢 但是現在又回不了 現在 為什麼回不了呢 也不是完全回不了的 因為他們原來 就是 加入了 反疫苗人士的 行列 哦 是啊 很好笑 就是反疫苗人士 這個 無端端 做反疫苗人士 那怎麼辦呢 他就一家人 都沒有打疫苗的 沒有打疫苗 當然 寸步難行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但是 他們不打疫苗的原因 就更好笑 他有兩個原因 他有兩個原因 我為什麼笑得下 我當然笑得下 因為 他不在香港不打疫苗 是不是 他去美國不打疫苗 沒事的 哈哈哈 美國死這麼多人 都是假的 是不是這樣 他說 第一個理由 很好笑 第一個理由就是 那個mRNA疫苗 就會改變DNA 有沒有搞錯 一聽到 這樣也行 不是吧 我聽到的時候 哈哈哈 這個mRNA技術 會改變DNA 這個是謠言 我們已經澄清過 十九幾次了 好了 接著 還有一個原因 他說 因為他回到那間教會 說疫苗是獸孕 這個也有澄清過 還要回到那間教會 哈哈 又是拿來搞的 是啊 那現在還相信 現在還相信 還相信 還相信 他們到現在還未打疫苗 是嗎 他們病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這個想像力 不是太豐富了 FNM就說神奇女俠 就是打疫苗打出來的 哈哈哈 Ava Child 我住在FNM市最安全 最好的區域 我的車被人打爆玻璃 包包都沒有了 然後外出衣服 都不敢放開車 這個要小心 我們這裡也是這樣的 Ava Child告訴你 我自己也被人爆過一次車 我爆完一次之後 我的車什麼都不放棄 因為他一看到你有東西 他就撞你了 很賤格的 他又不理你 其實換玻璃是很貴的 說真的 又很煩 有保險 是呀 這些事情是很頭痛的 上次那個導演李力慈來新西蘭也是這樣 哈哈 被人偷了 被人偷了 偷了兩部相機 然後護照也沒有了 護照也沒有了 其實他的朋友應該告訴他 這裡治安不好的 但是當然 有很多人帶朋友來的時候 就不會告訴他這個地方的壞事 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壞事一定要直說 因為壞事才是要防備的 要注意的 是嗎 還在社長的家附近的 那個地方 不是 在台陽的家附近 哈哈 台陽經常去那裡放狗 哈哈哈哈 哈哈 秘勤的腳毛都留下不少 不少 一地久毛 哈哈 其實這裡有很多賊 其實才不可露眼 是真的 很容易的 隨時就偷你 有時候沒有被人偷 是自己的幸運 如果比較起來 我自己住過不同的地方 澳洲治安比新西蘭好很多 其實 美國當然有些人說差 但是跟加拿大比 美國也是好一點 加拿大可以比美國差 為什麼呢 我那次被人偷了 護照也沒有 護照也沒有 就變成要用緊急旅遊證件 緊急旅遊證件 過關的時候 一定會被美國那邊鬥幾夜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緊急旅遊證件 什麼事 然後你告訴他們 在加拿大被人偷了 然後邊防的美國人 就會跟你說 哦 你這樣 你真的不幸運 其實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不過你算是幸運 你不幸運 之中是幸運 有很多人 美國車牌上去 那輛車的玻璃都沒有了 下來了的時候 哈哈哈哈 還要潤你 然後他還要串 他說 你們兩個做什麼 我做工程師 你老婆做什麼 會計師 然後他就說 不要緊 你們兩個有很多錢 沒所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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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時候很可憐 我其實就肉都尺 不過他在那裡笑我 又不好意思不笑 就是 仍然說笑 儘管這師傅笑 都要跟他回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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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說回那個獸印 其實獸印我們解釋過 那個不是的 因為他其實也是亂解那個聖經啟示錄 叫人不要打疫苗 其實一看都笑死 你怎麼搞錯 怎麼可能會不讓子女打疫苗 不讓子女打疫苗 不讓子女打疫苗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 這些父母 都蠻嚴重的 但我兩個小孩不值 有個傻父母 沒辦法 可以怎樣呢 真的沒辦法 有些地方是很差的 就是他 舉個例子 槍戰很激烈的地方 Montreor就真的很差 其實 Elsaluk就不同意 加拿大治安比美國差 但是美國有槍已經極不安全 不要緊 美國人就是這樣說 我說美國人的觀點 邊防人員就說他們美國排的車上到加拿大再下來 很多時候旁邊的玻璃是沒有了 他留了一塊擋風玻璃給你 但是四塊玻璃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不打完你擋風玻璃 哈哈哈哈 今天社長南非治安更加差 Rostig Machado 有朋友試過放工回家 全家屋被插半空 是啊 在南非你一定要住在Gated community 什麼叫Gated community 就是有保安的 必須的 是啊 有人開槍的 有人開槍的 但是一定要鎖門 你不鎖門的話 他們也能爬進來 你們就不斷先 其實這個南非真的差 那加拿大是不是很差 我聽一些美國人說 就說加拿大差 聽一些加拿大人說 就說美國差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加拿大比較差 因為我在加拿大被人搶過 我自己個人經驗 當然你們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 加拿大的車去到美國 會不會在美國被人搶了玻璃 上加拿大 我又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敢說 因為我被人搶那次在加拿大 其實我對加拿大一直都沒有好感 因為我有一次去找家產的時候 我就在機場那裡被人鬥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我是有黑名單 我入了黑名單 每次進加拿大 我都要在邊境那裡等半個小時 每一次都要 是這樣的 他以為我會去加拿大賺錢 真的很好笑 這樣嗎? 很理會 怕你預期居留嗎? 不知道 我不會在加拿大預期居留 好了 SUNNY報平安 太好了 台陽,你先讀SUNNY的留言 SUNNY,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的手術成功了 好多謝大家的關心 沒有想到 我一個小小的手術 也會引起網上為 我開了一節Viu少Like的突發 小Viu少Like的突發 真的有點受寵若驚 更要多謝真必思的男兒 但我發現 原來網上是全個網台界最溫暖 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令我突然間感覺多了千百個親人遲滴 我相信只有網上能吸引 聞不到的同臭 只有網上為了本心而說出理性的說話 再一次多謝網上 最後一件事就是社長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陳少春比我更英俊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就是 Alex Chiu說美國很多打爛天槍 偷東西因為不會響啟 如果打爛天槍其實也很麻煩 打爛天槍是很離譜的 如果打爛天槍不會響啟 其實那些設計也很有問題 為什麼不響啟 因為汽車啟動是這樣的 它要玻璃爆的時候響啟動 它就要有兩個麥克風的東西 即是它要 detect 到有些玻璃爆的聲音 玻璃爆開的聲音就會響啟動 但是它有兩種響法 有些是搖車它會響啟動 即是玻璃那種 可能天槍的聲音的頻率 即是爆玻璃的頻率 跟旁邊的槍不同 所以它就不會響啟動 我猜是這樣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說爆玻璃會不會響啟動呢 其實如果在上面爆了玻璃 那個車的搖動 即搖動的聲音就感應不到 所以如果對於賊來說 爆天槍是安全很多 只是我的看法 爆天槍? 那你就要爬上車去拿些東西出來 其實更麻煩的 只不過是免得它的車子響啟動 對嗎? 對 沒錯 Charles Jojo就說 我朋友在澳洲 在馬場那裡被人打破玻璃 因為租車馬上找人搞 幸好逼到華人馬上給它 對 不同的店鋪有什麼存貨呢 是不同的 就是那些玻璃 有時候你的車比較罕有 被人打破了 它未必能做到一塊正確的玻璃 很可惡 又要等 等又再等 為你等 放玻璃也是很麻煩的 事實上 是啊 就搞到 又不是貴 賠一塊玻璃 一般有保險 都很快可以賠 一定可以賠 但是 就被那些無策 搞到很不自在 很不自然 又或者 很煩 總之就是 所以預早這傢伙 我整個星期都覺得自己很雲仔一樣 哈哈哈哈 還有就是 DAC1又說車有防盜 其實有防盜 有辦法可以打破玻璃是不響的 就是它有技術可以做得到 打開門 不響的鈴鐺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現在是很難搞的 有些人還可以 偷偷地copy了你那條時的code 美國之前有報導過 就是整個車東西被人偷了 其實是用一條copy出來的時 就開了所有東西 偷了你的行李 VR2ZGD 你們那裡有沒有人偷電單車 普通單車都有人偷 波鞋都有人偷 就是怎麼會不偷電動單車 什麼都有人偷 總之 他看到剛才用一用 有些人是很賤的 沒有辦法的 是有人偷東西的 這個世界是有人偷東西的 沒有辦法的 我去加拿大探朋友 如果買了東西 一定找東西遮住才下車 還有他們說 家裡裝了 都可以被賊子破解 照進屋裡偷東西 是的 很煩的 其實住屋是很麻煩的 這就是一個問題 Daniel W.就說響都照爆 拿完即跑 有些人就是這樣 Light Ricky就說 天窗應該是不用爆的 熄的叫兩下 整塊拿起來就不會響 Karen Chan就說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你的就是我的 DZGD 波鞋都對 對呀 波鞋都偷的 他們很誇張的 我告訴你 真的波鞋都偷的 你不要說 Burkenstock那些拖鞋 有人偷的 所以一定不可以放在家門口 他就這樣走進來 拿了一對客人 就走進去 有些人是這樣的 郭威潘又是想這樣說 國內是否比外國安全得多 是啊 是事實來的 國內已經很少人偷東西 安全很多 是安全很多 是差很遠的 以前不是的 以前小毛賊是多到 經常都遇到的 我講的是 二十幾三十年前的時候 一講到廣州火車站 每個人都講起 都會比較謹慎一點 去到那邊 去深圳 過深圳、羅湖也是 都會特別謹慎一點 現在已經發展到 這個問題已經是很低 不能夠完全不存在 是很低很低 大家都走路 都安心很多 是嗎 是呀 出夜街都不怕 是啊 內地是很好的 Colang由內地會偷車牌 跟著留子條 其實是這樣的 偷車牌是可以防備的 你那顆螺絲是可以裝一些 只可以上去 不可以拆的 不可以拆 這樣就偷不到 是呀 有特別的螺絲批才可以 特別螺絲批才可以 就是它一般的 一致螺絲批 就拿不到 其實已經安全很多了 所以是可以買 那些特別螺絲 特別螺絲只是給你上去 你扭下來的時候 它會用另外一個特別的螺絲批 這些拆通常都沒有 這樣就可以有得用 那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歐洲的小偷 偷東西如果被你發現 還會跟你打招呼 是啊 那些人很壞 那些人 就是Carson Loud就說 國內騙案比偷竊案多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Eric Carr Law就說 原來有這樣的螺絲 對呀 車用品店已經有得賣了 沒有辦法的 A-Wang就說 安大略很多小偷都是爛民 我們給稅錢 他們就住在酒店 沒有辦法的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是這樣的 Mouse40就說 我舅父在國內收車 晚上全部放外面 沒有人偷 現在內地的治安是好過香港的 亦都好過外國的 Daisy Yuen就說 好像以前香港60年代 11次區偷鞋 偷瓶買丁丁 想不到新西蘭也有 新西蘭是一向都有的 沒有停過 90年代 我移民來這裡的時候 已經有人偷鞋 去到現在 都是有人偷鞋的 FNF就說 我覺得最搞笑是 看到內地被人偷車錶 Benz以前就容易被人偷 以前就拎下來 那些牌子都會 其實很多都會玩這些 他一扣著Benz就拔 偷鞋 明顯是法律漏洞 造成的罪惡 有一段時間 這是空偉師說的 甚至跑到香港來搞過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偷鞋 一定會有人偷的 但是 怎樣呢 我就不太了解了 好了 Patrick Evra就說 難民去到全世界都破壞治安 其實有些難民 又融入到社會又沒有問題 但是 其實 不一定是難民的 有些難民是好的 也有些難民是壞的 就算不是難民的 也有好人有壞人的 不能夠一觸高地打光正算人 那不是太好的 不要緊 無論如何 三藩市 IVD說的 昨天880北向車道 兩架車之間發生了槍擊 一個榴彈射穿擋風玻璃 擊中了向南行駛的車 一個華裔的寶寶 就在兒童醫院去世 在大陸的爸爸還沒見過寶寶一面 美國的槍械管制真是無語 這些就是很不幸 其實美國就是有這個風險 坐在家裡看報紙 或者看電視 都可能因為榴彈飛過 就去了 我說過 深色寶島郡 車牌勒索200元 原來是這樣的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要偷車牌 這個操作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 不過是可以領的 撩規恩就說 我小孩一家四口都沒有打針 一家去了英國 那些年青都不知道想什麼 其實他們就覺得不打疫苗 才是對抗 他們覺得打疫苗這件事 就是做信民 做信民就不適合他們的 不是他的風格 不是他的風格 沒辦法 200元這樣 陳佛卿說偷牌方面做案 我們這裡也有人偷的 所以我就裝了那些單向螺絲 有單向螺絲就偷不了 Colang就說內地領回要幾天 不跟香港可以自己搞 這個是原因 好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之後我們會有其他節目 好,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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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